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熟悉的旋律 飘扬的五星红旗 绘成了一道道靓丽的风景 抒发着每一位中国人心中的骄傲与自豪 一首方志领的可爱的中国 拉开了本次快闪活动的序幕 多数的中国人 有良心 有民族热情的中国人 仍然是热爱自己的国家的 他们不愿意看到中国被帝国主义所灭亡 他们不愿意自己和自己的子孙成为王国奴 84年前 江西籍革命先列方志明写下了《可爱的中国》 这新中国做出了诗意的畅想 今天 在方志明同志特兴演员的影影下 两千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们 也在现场申请诵读了《可爱的中国》经典片段 随后 一山红 淡剧秀红旗 这里是江西音音亮相 让全场游客沉醉其中 此时 我和我的祖国歌声响起 现场顿时沸腾 大家挥舞着五星红旗 随着歌声一起飘扬 这场热血沸腾的红色旅游主题快闪活动 是目前江西史上最大的 规格最高的红色主题快闪活动 虽然天气酷热 但首发团游客们 以及参演的嘉宾们 一遍又一遍齐唱着 我和我的祖国久久不愿散去 表达着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我站在这个红楼地 我很兴奋 这是八一星期升旗的地方 是共和国摇篮诞生的地方 我作为中国人 我真的骄傲 我为了祖国的建设 奉献我全部的力量 这次参加这个文旅厅的这个快闪活动 非常开心 也很激动 看到我们祖国日益强大 内心感到非常的自豪 希望我们的祖国越来越棒 作为从事旅游的二十五年的老旅游人 我特别特别的感动和高兴 来自于祖国各地的一千五百名 中老年朋友和学生代表 企业家代表 他们走进江西 走进共和国的摇篮 走进军旗升旗的地方 个个都感动无比 长征精神从渝都开始 新长征的路线从我们的心里开始 祝福祖国 祖国万岁 江西拥有中国革命摇篮景刚山 人民军队摇篮南昌 共和国摇篮瑞金 中国工人运动测园地安园 长征出发地 渝都等一大批 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据了解 首发团成员将在江西开战为期 六天五夜的红色旅游体验之旅 还将去到瑞金 渝都等地 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快报 今天 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公式 本次活动一共有73部作品入选 特别奖13部 优秀作品奖60部 其中 由江西省委宣传部 浙江省委宣传部 福建省委宣传部合作的电视剧 《可爱的中国》入选特别奖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 江西省委宣传部合作的信仰者 入选优秀作品奖 近日 2019首届中国文化百强县新闻发布会 在北京举行 我省乌园县和星子县 入围百强名单 该评选活动历时一年 对国内近两千个县级行政区 进行了考察 根据历史文化 人文景观 自然风貌 风俗习惯 创新发展等五项评价指标 同时参考县域内国家重点文物 非物质文化遗产 4A 5A旅游景区数量 最终评出100个文化特色鲜明的 县级行政区 今天早晨5点40分 在庐山王家坡幽行谷 一家名为庐山小院的民俗内 有游客在官日初时 惊喜地拍到了双日铜灰景象 颇阳湖上空 蓄日东升 太阳一左一右 一大一小 左边稍大的是真实的太阳 这种气象景观现象 叫假日或换日 是一种光线在大气云层 冰晶体上发生的光学折射 在庐山观赏道比较罕见 就是阳光向四周照射的时候 碰到这种冰晶的时候 会发生折射 这个阳光周围 刚好有这种卷层云的存在 那么卷层云是由冰晶 大量的这种细小的冰晶组成的 阳光穿透这个冰晶的时候 发生折射现象 那么在它的周围 就又形成一个幻象 赏美食 看美景 宣传江西旅游资源 传播江西旅游体验 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 您还可以下载 手机江西台客户端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我们江西影视旅游频道 联合省文化和旅游厅 省博物馆 共同打造的 首初心单使命 百建革命文物 说江西系列报道 重文红色记忆 传承红色信仰 这里是首初心单使命 百建革命文物 说江西系列报道 一百建珍贵文物 一百个背后的故事 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江西广播电台 影视旅游频道 江西省博物馆联合推出 看红色文物 放光芒 今天我们要说的文物 和往常有点不一样 革命年代 共产党条件艰苦 百姓生活贫困 而在南昌八一起 纪念馆当中 保存了一批 非常精致的物品 其中包括 粉彩镂空瓷皮灯 青花山水纹 山形笔架 浮雕 云龙纹 摄雁 以及一只提凉带盖 温水铜壶 这些物品远远高出了 当时普通老百姓的 生活水准 这些物品 曾经的主人是谁呢 这背后有着 怎样的故事呢 这个带盖提凉 温水铜壶呢 虽然宝金岁月的沧桑 它还是全身上下 散发着这种黄铜的金属色泽 它分为两部分 上面部分呢 是盛放温水的 那么下部分呢 可以在里面放木炭 起到一个保温的效果 中间这层花纹 它设置得很巧妙 透过这个花纹呢 一来可以就是散热通风 二来呢 可以看到里面的 这种火焰的情况 还是很漂亮的 中部呢 有一个水龙头 这个水龙头 在我们现在 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 大家大概想想 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 铜壶上 带一个这种水龙头 还是非常的惊奇的 这个不是一般人家 可以用得上的 因为一般的纪念馆 一般是以纸质文物 武器为多 有金美瓷器 和这个铜壶的并不多 所以的话呢 我们说这一批文物 包括铜壶 那些精美的瓷器 可以说是我们 八一起义纪念馆的 明星文物 这只提梁带盖 温水铜壶 现在存放于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主人正是 南昌起义的 主要领导人 贺龙 这只壶是贺龙的 随身物品 跟着它南征北战 直到1927年7月 贺龙带部队来到南昌 他也跟着主人 一起来到了南昌 当时贺龙的身份 还不是中国共产党员 而是国民革命军 第二十军军长 贺龙呢 是国民党二十军的军长 享受高官后路 按照那个年代来说 他已经是精英了 是金字塔顶层的一个人物 如果光从个人的生活上来看 他可以活得很好 他有权力 也有金钱 而中国共产党 却被笼罩在 白色恐怖的血雨腥风之中 1927年初 国民党蒋介石 汪精卫集团 先后发动一系列 反革命政变 大肆屠杀共产党人 共产党的命运 风雨飘摇 前途未步 共产党已经被蒋介石 汪精卫 处在一个赶尽杀绝的 这样一个状态 由革命高潮时期的近六万 急剧减少到一万人 所以很多人用遭遇灭底之灾 这样一个字 来形容南昌旗前夕 中国共产党所处的 这样一个面临的处境 有的人动摇了 有的人甚至背叛了 觉得共产党的这条革命 道路 可能就会在此结束了 国共合作破裂之后 战功赫赫 手握重兵的贺龙 成为国民党和共产党 都想争取的对象 一边是国民党的高官后路 另一边是 共产党的前途未卜 当时共产党员的身份 意味着被通缉 被关押 甚至被杀害 在这个人生和信仰的分岔路口 贺龙为什么会毅然 抛弃锦衣玉石 追随共产党 去开辟中国革命的 新天地 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的 1938年1月17号 蒋介石在洛阳 召开军事会议 会议期间 蒋介石问贺龙 你为什么好端端的军长不当 去参加共产党的南昌暴动 贺龙用政见不同 不悲不亢地回击了蒋介石 他是穷苦人家出身 他是想求得民族的解放 谋求人民的幸福 但是的话经过了北伐 国共合作破裂 大革命失败 他清醒地意识到 如果再沿着国民党的那些政策 是很难达到自己的这个目的的 加之在这个时候 他接触了共产党 接触了共产党的理论 他觉得未来的希望 就是在于中国共产党 贺龙后来说 做出这个决定 我花了七年的时间 我是农民出身 农民的苦难 我是亲身感受过的 我感到只有跟着共产党 国家 军队和个人 才有出路 1927年7月下旬 身为国民革命军 心却早已是共产党员的贺龙 接受党的秘密指令 自九江南下直抵南昌 准备参加南昌起义 他们驻扎在一所名叫 红道的基督学校里 这个中学位于今天的 紫固路165号 也就是如今的贺龙指挥部就职 从南巡铁路到南昌 离子孤路这一条路呢 是非常近 克隆指挥部和敌方总指挥部 和江西省政府都离得很近 所以的话呢 就是有利于战斗中取得主动 取得有利的这个条件 这栋始建于1916年的建筑 分前后两栋 都是坐东朝西 颇具西方传统风格 专幕结构的小阳楼 临街一栋 当时作为办公及警务人员 驻扎之用 后院的小阳楼 是时任洪道中学校长 刘平庚自己的住宅 起义前夕 他将自己的卧室 腾给贺龙居住 这边您看到的这一张 是当时贺龙使用过的行军床 1959年的时候 贺龙来到指挥部 来到这里的时候 将这个枕头 往床头的位置靠了靠 他说我有一个习惯 晚上睡觉之前 都喜欢看一看书 他的床头 是紧靠书架的位置摆放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一间套房 里面是会客厅 外面是一个小型的会议室 1927年的7月27日 周恩来来到南昌 第二天就来到贺龙指挥部 在这里与贺龙共商 起义大计 1927年7月28号 贺龙在这里第一次见到周恩来 周恩来将起义的计划 悉数告知贺龙 并征求他的意见 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贺龙 斩钉截铁地表示 我已下定决心跟共产党走 党要我怎么干 我就怎么干 周恩来当即 以前敌委员会的名义 任命他为起义的 代总指挥 今天的紫固路绿树成荫 岁月静好 而92年前8月1日的凌晨 这里曾是一个血火纷飞的战场 在我右手边 就是贺龙的第二师军驻地 贺龙指挥部 当时主要负责封打的 就是敌第五方面军从指挥部 也就是一阶之隔200米的位置 当时贺龙将指挥部设在宏道中学 就是考虑到与敌军只有一阶之隔 便于勘测敌情 那么当时的敌总指挥部 就是现在省歌舞团的位置 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栋大楼 在1961年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 就是当时贺龙刘国城指挥战斗的地点 8月1日凌晨2点 南昌起义的枪声划破了夜空 开始 是 在紫湖路贺龙指挥部的正面墙壁上 三楼靠东的窗檐 留下了三处 敌人机枪射击留下了弹痕 南昌起义血与火的考验 进一步证明了贺龙对党的忠诚 起义胜利之后 部队按照部署转战南下 临走之前贺龙把自己随身携带的心爱之物 送给了当时宏道中学的校长刘平庚 因为南昌起义是贺龙的分水里 他做了一个个人的一个重要的选择 要决定跟共产党走 他要和过去的生活呢 做一个告别 过去呢 他是国民党中将 享受的是很奢侈的生活 所以的话呢 在我们纪念馆看到一批文物 他用过的文物 可以看出来 都是非常精美的 有康熙粘质的 也有红线粘质的 这个在当时都是很珍贵的 包括这个铜壶 一般人是用不上的 当年贺龙呢 把他随身携带 跟随他可能是说 走南闯北 是他可能是个人用品里头 用的很喜欢的一种 他把这些 自己随身携带的奢侈品 全部留给了这个 这个流瓶根 游减 入奢依 游奢 入简难 那么不是有巨大的 这个精神的力量的支撑的话 是很难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 隔断过去的 种种的待遇的 南昌起义 为中国革命 开启了新篇章 也成为了贺龙人生的分水岭 两个月后 贺龙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八一起义纪念馆的展厅里 有一张自己已经模糊的复印件 这是当年贺龙的党员登记表 表上填写的时间是1927年 内容上有一条 就是 动产和不动产 上面它自己有写的 我什么都没有了 在社会关系一栏 它就写着 自从参加了革命 和过去的社会关系 不再来往 也就是说 为了这个 参加革命 它把个人的财产 个人过去所一切的联系 都中断了 应该是说 从头开始 重新开始 贺龙后来说 我曾几十次提出陆党要求 但当时认为我是高级军官 要更多的考验 直到八一南党起义后 我在内京 入了党 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和目标 是蒋介石不可能理解的 在共产党最艰难 中国革命最低潮的时刻 贺龙抛弃高官后路 选择加入共产党 投身革命 才有了之后的 中国革命里程碑式的巨变 贺龙 以及千千万万像他一样 舍私立望生死的人们 用他们的赤子忠诚 诠释了什么是 真正的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祝福